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月13日 普迪莫伦斯旺达成心愿 周六凌晨 普超先打一场 对阵双方为普迪莫伦斯和新达卡拉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新达卡拉近六仗葛向赛事输足五场 期间军场是超过两球 状态实在难尽人意 加上本轮需要做客 新达卡拉此行凶多吉少 虽然普迪莫伦斯近期同样处于各项赛事的连败当中 但经济普超的整体表现明显好于新达卡拉 毕竟前者还能领先后者六分 近三轮普超 普迪莫伦斯连续败给布拉加 卡萨比亚和宾菲加 遭遇三连败 但这三个对手均未联赛排名前五的球队 而且期间只是以一球之差落败 陆昆拿等人一个有斩获 输波也算是非战之罪 诚然 本轮普迪莫伦斯其实更具迎波底气 要知道他们上季两战新达卡拉路的一胜一盒战绩 期间主场优势明显 普迪莫伦斯主场作战一亿开赛短短十分钟就打破僵局 金杖坐镇主场必然能令他们拥有充足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普迪莫伦斯的攻击手擅长主场入波 本赛季多达六人在主场收获过入球 势意不妨看好普迪莫伦斯主场称雄 阵容方面 中场卡路是卡莲奴斯和帕杜莎因伤眷勤 另一边香 新达卡拉目前身陷低迷状态之中 近六仗葛向赛事录得一合五负战绩 期间进行的普连杯也垫底出局 至于普超重起之后也遭遇了两连败 其中得失球比位0比5 攻防严重失衡 需要知道的是 新达卡拉上季以普超第七收官 而球队现在身处倒数第四的位置 面临着降班的风险 新达卡拉经济表现下滑 主要是因为进攻 上季球队均敞入1.12球 而经济的军场入球只是0.73球 当中只有马菲奥斯巴比等三人能攻入超过一球 其中一人坚尼迪宝定还是踢后卫的 攻击力之弱可见一半 另外 新达卡拉的客战能力孱弱 经济前七次普超出征负率超过七成 更何况球队最近状态一蹶不振 此番新达卡拉败走在即 阵容方面 门将马高彭丽娜和中场A卡华努等人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